台北大安区慈激志工 举办造血干细胞捐赠验血建党 张正宗带着女朋友一起来 曾经发生过严重车祸的他 深刻了解 徘徊在鬼门关前的感觉 人生中很多时候 不是你可以选择你的健康 那如果说当自己 可以用自己健康的身体 来帮助到别人 那我觉得这是很值得做的事情 就读慈激大学 医学系四年级的王玉涵 也挽秀建党 他说自己的这个小小动作 会是未来世病如亲的最好体验 能够非常有效的帮助 就是那些急需要骨髓的病人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 我觉得如果能够 这个活动能够越来越 就是盛大治疗困 能够越来越多的话 真的是都是对病患的一个 一个福音吧 加油 没有问题 多数人抽血的针孔 都是扎在手臂上 但高子涵因为血管太细 针孔是在手臂上 而且扎到了第三次 才成功抽到血 不过他觉得很值得 经过前面三次 这辛苦的抽血之后 现在觉得很开心 因为终于抽出来了 然后也成功建达了 然后说不定有一天 可以帮助到一个 需要帮助的人 而这位明佩轩 父亲是慈激之工 对于捐水救人的观念 从小更深蒂固 如今到了可以建党的年纪 说什么也不能错过 我又在定期捐血 所以就想说 刚好有机会 然后那就来 就是觉得自己有能力 能多一份力 能帮助到他人 也是一份不错的感觉 将爱封存在 十兮兮的血液里 等待有缘人配对 尽管只有十万分之一的机会 大家还是义无反顾 大约新闻 《珍善美志工》 高爱芬 刘德顺 江孟茜 台北报道